一大批猫猫狗狗被买家拒签 最终这批猫猫狗狗的命运非常凄惨 大部分都直接死亡 为何会有如此大批量的猫狗被卖家拒签呢 实际上这里面有猫腻 网络上最近出现了这样一批人 他们在网上把猫猫狗狗幼犬幼猫的照片 发布的非常漂亮非常可爱 但是价格往往都比较低 比如纯种的拉巴拉多犬只要300块钱 纯种的萨摩耶犬有可能只要200块钱 价格如此之低 吸引了很多人前去购买 但是购买回来之后发现 这些狗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实际上这些狗只是普通的土狗 普通的土猫 收购回来的价格不超过30元 这帮人为何要如此操作呢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成本是非常低的 比如你买的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它直接寄了一只小土狗给你 你拿它也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你们走的不是第三方平台 是直接打款交易的 而且狗这种东西是没有明确价格的 它只要给你寄狗了 哪怕寄的是一只小土狗 你拿它也没有办法 因为狗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明确价格 老话说的好 全狗本无价 玩者自衡良 喜者千金不贵 艳者分文不值 这批不良商家就是看上了这一点 你拿它没有办法 于是大行其道 大卖其狗 从各大菜市场非常低的价格 一二十块一只收来了大批的土狗 而后当成名犬 直接出售给买家 有很多买家气不过 直接拒收了 这就导致很多的猫猫狗狗 在路上耽搁了非常长的时间 退货到达卖家手上的时候 基本上大部分已经死亡 所以大家买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去找靠谱的犬色 靠谱的卖家 而不要贪便宜 去找一些不良商家 最后损失的只会是自己 还有一点 我虽然养了很多狗 但是我是不卖狗的 请不要找我买狗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